每天必试的18道花样美食 好吃又健康 第一道 今天分享一道家常豆腐 开胃又下饭 豆腐切成两半 切成厚片 蒜苗头切成苛刻 蒜苗叶也切碎 煎至锅煎二面黄 一定要用菜籽油煎出来才香 锅留底油 撒点盐防止粘锅 一块一块地下豆腐 小火慢煎 像这样的油或者转锅 让它受热更加的均匀 一面煎好后翻锅再煎另一面 都煎好后倒头备用 不用洗锅 热锅加凉油 下肉末 把油炒凉 下入川菜灵魂豆瓣酱 再加姜蒜米炒出红油 加清水 下入豆腐 小火慢炒五分钟 然后加生抽味精 少量白糖和味提鲜 几个木耳 蒜苗可可 勾入薄芡 最后加蒜苗叶 出锅装盘 这道软糯入味的家常豆腐就做好了 第二道 今天分享一道韭菜大草鱼最好吃的做法 首先把紫浆切成片 大韭菜切成段 草鱼横刀包开 剁成两半 横刀去骨 去掉鱼鳍 鱼骨和鱼肉剁成一块一块 加白酒去腥 盐可以重一点 抹匀腌制两分钟 两分钟后清水冲洗 冲洗两遍 把鱼肉冲洗干净 沥干水分 倒盆里 加味精 鸡精抹匀 一个鸡蛋磨散 加红薯粉 起锅加菜籽油 花猪油 下泡酸菜炒干水分 花椒泡姜片 多蒜拌老姜片炒香 少量豆瓣酱泡椒结 炒出红油 加小米辣碎大料粉 全部炒香后 加三勺清水 一勺啤酒 烧开后熬煮两分钟 倒出备用 起锅烧油 油温六成热 下草鱼 先炸至缩粉 炸到外酥里嫩 大概一分钟左右捞起 锅里倒入炒好的汤汁 下鱼肉调味 加盐一勺味精 两勺鸡精 两勺白糖提鲜 陈醋 小火煮煮五分钟 五分钟后 下子将青小米辣增加清香味 韭菜多一点 油加红小米增加颜色 出锅装盘 这道韭菜大草鱼就给它做好了 第三道 告诉你啊 这么简单的烧茄子 你要是还不会做 那你就把视频看完 其实做法特别简单 碗中加入一大勺清水 加盐 鸡精 白糖 少许酱油 这个是蚝油老抽调色 一小勺土豆淀粉汁就调好了 去皮的茄子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 然后再配点尖胶 切好的茄子 用清水简单洗一下 这样表面沾上水以后 能均匀地沾上淀粉 然后咱们加玉米淀粉 炸出来外酥里嫩 翻拌均匀 让茄子表面都包裹上淀粉就行 茄子表面有水分 能把淀粉淹湿 茄子表面就形成一层糊 七成油温 全程开大火下锅炸 刚下锅先不用动 锅20秒粘到一起的 用漏勺一敲 也都分开了 第一遍炸一两分钟 并行熟透捞出来 油温再次升到七成热 下锅复炸 炸到金黄酥脆 把尖胶下锅烫一下 全部捞出来控油 锅留少许油 下蒜末炒出香味 把之前调好的汁搅拌一下 倒入锅中 开大火把汤汁烧至粘稠 再把 茄子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其实做菜根本没有那么难 赶紧试试吧 第四道 我告诉你啊 好多人不知道 豆角炒着吃 其实更好吃 而且做法特别简单 首先把洗净的豆角 切成细丝 水开下入豆角丝 加点食用碱和食用油 这样烫出来 又亮又滤 开锅捞出来控水 另起锅下五花肉 炒出油汁 然后放葱姜蒜 小米辣炒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放一勺 川尾干锅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 香放入豆角丝 大火翻炒两分钟就可以出锅 豆角这样炒 好吃入味 特别下饭 是不是特别简单 赶紧试试吧 第五道 以后排骨买回家 千万不要直接去焯水 用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排骨 好吃入味 也不塞牙 你只需要加一点面粉 反复地清洗 这样排骨就能清洗得特别干净 油热倒入锅中 大火炒两分钟 炒到微微焦边 加葱姜八角香叶调味 只需要加一袋黄焖酱汁 加一罐啤酒和半碗开水 再放点香菇 扣盖炖四十分钟 最后放点青红椒青蒜末 大火收汁 这样做的黄焖排骨好吃入味 全家都爱吃 学会了也是你的拿手菜 赶紧试试吧 第六道 我告诉你啊 西葫芦 以后你就像我这么做 好吃下饭还特别入味 西葫芦在中间分成四半 然后把羊片掉 用刀划成细条 再撒上一勺盐 拌匀腌十分钟 水分腌出来以后 用清水洗去盐味 再把水分钻干 这样炒的西葫芦不会下汤 把肉丁炒出油汁 放姜蒜小米辣炒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放一勺川尾干锅酱 其他调料都不用放了 最后放西葫芦大火炒两分钟 这样炒的西葫芦好吃入味 还不下汤 赶紧试试吧 第七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想吃猪肝了 你就按照我这个方法炒 又嫩又香 一点也不腥 做法特别简单 先把猪肝切成厚厚的薄片 然后加入一勺面粉 用手抓匀 面粉有很强的吸附性 能把血水都吸附出来 这样清洗干净就不会腥 洗净后一定要控干水分 调味只需要放一小包 这个香味小炒酱 再加一勺土豆淀粉 抓拌均匀 腌制十分钟 锅里不放油 下入几片肥肉炒出油汁 放姜蒜小米辣炒出香味 再放入猪肝 这个时候一定要开大火翻炒 这样炒出来的猪肝才是嫩滑的关键 全部变色后加入青蒜叶 再淋上少许陈醋 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这样炒的猪肝又滑又嫩 特别下饭 赶紧试试吧 第八道 我告诉你啊 像这样又酥又脆的油条 自己在家就能做 也不需要你有什么厨艺 你只要在盆中打个蛋 加五克盐 两百三十克温水 十五克食用油 用筷子搅散 这个是调制好的油条面粉 先用筷子活成面絮 再用穿面叠面的手法 活成不粘手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静置十五分钟 然后再用穿面叠面的手法 活成光滑的面团 表面抹上一点油 盖上保鲜膜 饧半个小时 面板上抹上一点油 把面按住 一头往外撑 边撑边用手 按成一厘米厚的片 然后用刀切成三厘米宽的条 拿起一个脸 对脸合到一起 再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下锅前再撑一下 油温180度 调中火下锅炸 飘起来就用筷子不停地翻 越翻越大 炸到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在家做也可以 晚上和好面放冰箱冷藏 早上起来直接炸就行 赶紧试试吧 第九道 在东北有一家饭店 就因为这个虾酱炒鸡蛋 火了三十年 因为它不光好吃 做法其实更简单 碗中打入六个鸡蛋 不用搅拌 油热倒入锅中 倒入半包咱们自家的海米鲜虾酱 一小盘葱花 其他任何调料也不需要放 一边翻炒的同时一边搅拌 小火炒到定型就可以出锅 鲜香下饭 大人孩子都爱吃 赶紧试试吧 第十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想吃外酥里嫩的溜肉段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其实特别简单 准备一块猪瘦肉 先切成厚点的片 再切成段 像这样就行 然后用清水洗去血水 再把水分攥干 加少许盐和胡椒粉抓拌均匀 腌制五分钟 准备一个青椒 用手掰成小块 搭配几个胡萝卜片 添加颜色调汁 准备半碗清水 加盐鸡精白糖 一勺生抽蚝油 少许老抽 一勺土豆淀粉 搅拌均匀备用 腌好的肉 加一大勺土豆淀粉 少量多次加入清水 抓拌成饰瓶这样 然后放点食用油 抓拌均匀 防止炸的时候崩 油温烧到六成热 把肉段一块一块分开下锅炸 每天都在用心教做菜 给我个小红星鼓励一下吧 非常感谢 炸一分钟定型捞出 油温升到六成热 下锅复炸 炸两分钟左右捞出 油温再次升到七成热 下锅复炸四十秒 捞出备用 再把之前掰好的青椒 用油烫一下 和肉段放在一起 锅留底油 爆香葱姜蒜 再把料汁搅匀 倒入锅中 开大火把料汁烧开 料汁变得粘稠 倒入炸好的肉段 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是不是特别简单 学会赶紧试试吧 第十一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是想吃酱猪蹄 你就像我这样做 做法和烧开水一样简单 满满的胶原蛋白 猪蹄买这种烤好的就行 用温水加食用碱泡十分钟 这样才好清洗 然后用刀在中间划开 方便入味 冷水下锅焯水五分钟 捞出洗净 再放回锅里 加葱姜蒜八角干辣椒调味 你只需要放一包大棒骨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加一罐啤酒增香和适量开水 和猪蹄一瓶扣盖卤一个半小时 关火再泡半个小时 这不就好了吗 是不是特别简单 好吃入味 你也试试吧 第十二道 我告诉你啊 豆腐别老炒着吃 你像我这样炸个丸子试试 真的比肉都好吃 准备一块比我还嫩的豆腐 打入两个鸡缸下的蛋 用我的爪子把它捏碎 捏成这样的炸 加胡萝卜丁 火腿丁 葱花盐五香粉 倒入一包小酥肉专用粉 这个粉才是酥脆的关键 搅拌均匀后 再用虎口几成丸子 五成油纹下锅炸开 中火慢炸 炸至金黄酥脆就可以出锅 外酥里嫩 赶紧试试吧 第十三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蒜头炒五花肉 你就像我这样炒 又香又辣 特别下饭 扒好皮的大蒜 用刀拍一下 锅中油热 下八块钱五花肉 把五花肉炒到微微焦边 这样菜香 再把多余的油盛出来 留着炒个青菜 然后放入大蒜 炒出大蒜的香味 再放姜末小米辣调味 你只需要放一小包 香味小炒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最后放青蒜叶翻炒均匀 就可以出锅 又香又辣 特别下饭 赶紧试试吧 第十四道 我告诉你啊 下次你要是买油菜了 就像我这样炒 好吃入味 特别下饭 而且做法还特别简单 家里只要有一种调料 就能做出饭店大厨的味道 油菜把杆子中间切一刀 然后和叶子分开放 香菇切成条 水开下入香菇烫熟 捞出控水 另起锅下入鸡蛋 小火煎至两面金黄 煎熟切成小块 不用洗锅 直接下五花肉 把五花肉的油煸炒出来 然后放葱姜蒜爆出香味 调味只需要放一包 这个香味小炒酱 其他任何调料都不用放 这个酱不管是炒肥肠 炒肉片都特别好吃 然后放入油菜杆翻炒断生 放入香菇 煎好的鸡蛋 最后放菜叶 开大火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 营养丰富 做法简单 大人孩子都爱吃 赶紧试试吧 第十五道 三福天你要是没有胃口 就来试试这个好吃的柠檬虾片 下人加盐胡椒粉料酒 抓匀腌制入味 再裹上一层淀粉 把它敲成像纸一样的虾片 水开 下入金针菇煮一分钟捞出 放入碗中 再油烧开下入虾片 煮二十秒捞出 油热下入蒜末炒出香味 再加一大碗清水 重点是加一包好吃的柠檬鲜汤酱 这个酱柠檬的香味十足 酸辣开胃 再下入烫好的虾片 搅拌均匀 全部都倒入大碗中 再来几粒青红椒 热油把它焦香 酸辣开胃的柠檬虾片就好了 第十六道 想吃点开胃的 快来试试这个酸辣开胃的酸汤肉片 先把青笋切成细丝 里脊肉切成薄片 裹上淀粉的里脊肉 用棒子给它撬成纸一样的薄 肉片 水开下入青笋金针菇煮二十秒捞出 再放入碗中 再次烧开 下入肉片烫十秒捞出 油热下入葱蒜末炒出香味 再烤一大碗长浆水 重点来了 加入这个 里边有四包的酸汤料 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了 简单又省事 再把煮好的肉片放里 搅拌均匀 再把它倒入大碗中 最后撒点青红椒 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肉里炒菜的酸汤肉片就做好了 赶快收藏吧 第十七道 我告诉你啊 清蒸鲈鱼要怎样做 肉质细嫩还没有腥味呢 今天就把我在厨房洗碗三十年的经验 分享给大家 首先选用一条一斤左右的鲈鱼 在鱼肉肉厚的地方 赶上枝子花刀 方便入味 碗中放葱姜 一勺盐搅匀化开 再把鲈鱼放入淡盐水中 浸泡十分钟 但盐水泡过的鲈鱼 肉质会更加洁白紧实 然后在鱼的表面刷一层油水 开大火蒸八分钟 倒掉蒸鱼的汤汁 放上葱姜辣椒丝 再用热油激发出香味 好吃的关键 淋一圈 这个很多大厨都在用的白酌汁 这样做的清蒸鲈鱼肉质鲜嫩 你要是学会了 孩子第一个抱着你转圈圈 第十八道 很多人都不知道 把啤酒倒入豆角中 竟然这么好吃 今天就把详细的方法分享给大家 两毛一斤的豆角去投 然后加一勺小苏打 倒入我家的自来水 小苏打能有效地去除农药和残留物 再用我白嫩的小手搓洗干净 这时候大家可以张大嘴巴看看 确实有点脏 水开下入豆角 记住千万不要烫熟 烫个三十秒左右 烫至变色 捞出沥干水分后 装入无油无水的瓶中 加一大勺盐 几粒冰糖 十八粒花椒 一罐啤酒 腌出来的豆角特别脆爽 盖上盖子 放到阴凉通风的地方 腌制三天就可以开吃了 这样腌的豆角 平时用来炒鸡蛋鸡杂 都特别好吃 炒鸡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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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